所以這個馬英九這是在習面前 重塑了一下 這個92年的會談的口頭表述 這段過程 習沒有講話 但我相信這個搞得事先是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事先是看過的 這就是釐清了很多民進黨人 尤其綠的一些人 所謂的民嘴等等 他們一直說 這個92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那台辦方面 事後加以澄清沒有用 那這次馬在習的面前加以澄清 92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他們一國兩制都沒提 沒提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個92共識它不是一國兩制 而且呢 它強調的是什麼呢 是強調這個92共識 92共識 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 說老實話 它就是對話的一個管道而已 就是對話的一個基礎 對話的基礎 可是現在我們必須要 要強調 它這個 從過去我們講的 所謂中華民族 如果你像92共識 內涵 我們擴大為就是 除了一個國家 那個一中 除了一個國家 還有一個民族 如果從這個 角度來看的話 那麼92共識 已經從過去的一個工具 價值 它現在已經有了一個目標 價值 它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要共同 來共創 這個 振興中華 振興中華 它有一個目標在裡面 所以 也就是 我的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未來 在Line上台以後 這個兩岸關係 這個發展 它就是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是 轉捩點 現在有給你 談對話的一個 打開另外一場門 除了過去那場門 現在又 把那個門又 更加的打開 現在算是大門了 現在就算大門 那個 你只要你是中國人 你只要講我是中國人 我以前我講過很多次 我在很多地方我都講 我說賴清德在 520講話裡面 你不見得要提 九二共識這四個字 你只要提 密碼 我就是中國人 就是密碼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 一份子 你只要講這兩句話 就夠了 就夠了 我認為就夠了 但是就像文吉剛剛講 他講得出來嗎 這就是個問題嘛 所以我才跟你講 所以我沒有理由樂觀 但是我必須要警告 我必須要講 這是一個未來 這是個520之後 是個重大的轉捩點 他也許危機 不可能會在 在這個今年內發生 或許會在美國大選之後 因為這一次 這個馬西講話裡面 坦白講 他有很多東西啊 是近在不言中的東西啊 這弦外之音呢 其實是講給美國看 嗯 美國聽 因為 大陸方面 明確的 認識到 兩岸關係未來一個關鍵 還是中美關係 還是中美關係 所以我 我的了解 美國他們 也非常的關注 儘管現在他們把重點 擺在 在白宮 在華盛頓 所謂美非日的高分會議 可是 因為這個時候 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們也非常注意 然後 在國外 一些媒體 也刻意的 把這兩件事情 把它認為 它不是巧合 因為都發生在 因為發生同一個事情 但你不能把歷史上發生的 同一個事情 都認為它不是巧合 那這個世界上 因為在他們開會那天 說不定在馬德里 在莫斯科也發生的事情 你說這也不是巧合 你不能這樣解釋 因為當初設計這個 這是馬西二會 不是今天兩天的設計 早在 我都瞭解 早在這個 美非日的高分會之前 那幾個月以前 就開始在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不能硬拔 不能硬拔 不能硬拔 所以我們 我還是講 五二年的講話 賴清德 他真的要仔細仔細的 來揣摩其中的這個 玄外之一 我們今天不要講 中國大陸怎麼看台灣 是 是內部矛盾 還是敵我矛盾 獨派看兩岸關係 從來就是敵我矛盾 對不對 我說綠的還有一些不是 獨派從來就是敵我矛盾 所以呢 我覺得馬英九去的話 應該就是說 應該是對台灣的統派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 他不管是實質領袖 精神領袖來講的話 將來台灣內部 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而且會越來越明確 就是統和獨 因為現在就很清楚了 統和獨的一個最大的明確的點 倒不是說方式上或什麼樣 時間而是就是民族認同的問題 你認同你是中華民族 你中國人 你就是屬於統的 你不認同你是 你認同 你不認同 或者說你認同成分不高 那可能你還不見得 你在中間的 那獨派是什麼樣 是中華民族跟台灣民族 是兩個不同的民族 對 那中華民 台灣民族從歷史開始 要從南島民族的這個 歷史開始算 然後呢 血脈也跟中華民族 事實上不是不太一樣 經過四百年 然後呢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大陸應該也是很清楚的 那現在就是說 你講中華民族 大家就好談了 那我們就看 我們就看賴清德會不會講 賴清德的整體內閣的布局 我覺得還是用人為親了 第二個是有一些派系的考量 那是在整體的內閣 副葛葛跟部長 那國安團隊其實 我們比較關心的 但是大的方針應該都是定的 第一個是吳釗燮 吳釗燮其實在蔡英文總統任內 大概什麼位置都坐過 大概是八年大風吹 國安會外長 總統府秘書長 更不用說他在早期 在陳水扁總統時期 就做過駐美代表 那我對他印象最深 大概是兩件事 第一個是他也是很強勢 非常戰狼 非常非常戰狼或強勢 而且我們應該還有印象 在過去兩三年當中 尤其在俄國戰爭八八之後 他常常上國際媒體 常常在講說 什麼時候台灣會危險 他甚至曾經講過說 他認為二零二七年 最有可能中共犯台 我們大家印象應該都很深 可是有沒有發現 到去年總統選舉的 最後階段的時候變成說 國民黨主張 戰與何的選擇 變成民進黨指的是 認知作戰 那到底你的官員的講話 你的判斷到底是真是假 就是唯一你所用的時候 你就說兩岸好危險 你要幫助台灣 我們不能淪為第二個烏克蘭 但到對選舉可能有 不良影響的時候 馬上改口 所以這是我對於吳釗燮 這個第一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就是 他雖然是外交部部長 但他的發言 常常有時候會 跨越到別的領域 比如說應該是 國防部的發言 比如說台海中線 比如說ADIZ 第一時間站出來聲討 那基本上不是國防部 而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這是蠻奇怪的 而且這個領域 到底誰比較專業呢 大家很簡單 用膝蓋想都知道 當然是國防部 是 最重要的情資掌握跟研判 應該是國防部 可是吳釗燮 有時候第一時間 就衝出去了 這是我對他的印象 但是我很同意 剛才大使所說 未來他在賴清德政府裡面 還是很關鍵 那顧力熊 顧力熊也是 大家都說 他是史上 我們中華民國第七任 這個文人 文人部長 但這裡面還是有差別 因為我們軍政軍令 這個議員化是2002年 大概20年前才開始 那所以說 目前真正的文人部長裡面 我們把陳里安 孫政 蔡明憲跟楊彥祖 這幾位 因為有的時間很短 那顧力熊應該是第一位 比較會有實權的 這個文人的部長 我覺得這次應該是如此 如果他是有實權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我覺得 因為他的立場 再加上賴清德 獨獨之下 恐怕對於兩岸的關係 兩岸未來發展是不利的 我覺得光把它放上去 就是個政治訊號 就是兩岸不會太平穩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額外的折扣喔 CTI7 health 全部都給了 CTI7-4 CTI7-2%